第十六題 十六到二十題是題組 魯夫一行人在結冰的湖面上打了一個洞 用釣竿釣起一隻大魚 他們用鋁箔紙將大魚包起來 另外又準備了一鍋玉米濃湯 一起放在烤肉架上 底下有燒得紅通通的木炭 經過二十分鐘後 香噴噴的大魚 以及熱呼呼的玉米濃湯就熟了 魯夫急著伸手搶吃大魚 結果手不小心被魚燙傷了 請回答第十六到二十題 第十六題是問 湖中的魚在湖水結冰後 仍可存活的原因 與水在四渡溪的何種特質有關 我們曾經教過 請同學要記住 水有異常現象 在四渡溪的時候 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因此即使湖面結冰了 湖面以下的水仍然可以高過零度C 水害也不會結冰 因此魚可以存活 所以第十六題問我們說 與水在四渡溪的何種特質有關 我們答案選的是B 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私生存也會不會無法 我答案選的是B 水仧